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空军将下一代自制战机的打算 名为大魔王计划 由台湾汉翔飞机公司以及中科院航空研究所一手荷包 将在10年内产出台湾自制的下一代战机 很多人认为这次台湾自制战机很有可能是第六代战机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第六代战机应该具备哪些性能和条件 什么才可以被称为第六代战机 众所周知 目前空军当中最先进的战机 当属第五代隐身战机了 其具备超机动性超音速巡航 隐身能力和超视距空战能力 也就是我们说的4S标准 第五代隐身战机凭借着这些优异的特点虐杀三代机 四代机可真正做到杀敌无形 并且在21世纪空战当中 对压制敌方防空体系 粉碎敌方空中威胁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只是该机由于研发技术困难 再加上需要大量的资金 因此目前为止能建造出来 第五代隐身战机的国家也只有三个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 美国 俄罗斯 目前美国服役了两款第五代隐身战机 中国服役了一款 而俄罗斯的第五代隐身战机 到现在还没大规模生产 只是没想到 在大家都还没有普遍造出 第五代隐身战机的时候 美国已经公开了第六代战斗机概念模型 美国媒体更声称 它全面碾压了歼20隐身战机 就在当地时间5月19日 美国战区栏目报道中 美国著名军火巨头诺格公司 发布了最新的概念战机 这款新型的概念机一亮相 立即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这款新型概念机 就是美国第六代战斗机概念模型之一 据悉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亮出的第六代战机概念模型 疑似实体机 也就是说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 第六代战机实体机 也就很快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空军构想的六代机系统粗概念 要求具备第六代隐身能力的友人机 与无人驾驶护航飞机相互协作 共同携带各型号弹药 观察战场泰式并遂行电子战 该的系统并具备对敌方新一代地面防空系统 进行攻击的反复式作战能力 此外 美国空军还要求第六代战机具有 在多频段电子波普环境中的远距离感知 射击等远程作战能力 简单讲 美国空军指望第六代战机彻底改善自身空战装备 以无代差的尴尬处境 分析人士指出 这段视频的推出 让外界对六代机的真实进展有了更多的直观认识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 美国战斗机研制生产被波音公司和洛马公司所垄断 其中洛马公司独占了两种五代机的研制 也就是F-2和F-35 并且还在生产F-16战机 波音公司虽然在五代机竞标中落败 但依然靠F-15和F-18战机家族 占据了美国第二大战斗机场的座次 在美国战斗机研发生产市场被高度垄断的情况下 其他航空装备厂商已基本上不指望 能获得美国空军的新一代战斗机合同 但这次的诺格公司文宣视频说明 这家靠飞翼引申轰炸机和引申无人机独树一致的航空企业 对美国空军的六代机计划也是有想法的 那么什么是第六代战机呢 第六代战机将会是人工智能控制的吸气式高超音速战斗机 第六代战机拥有高机动能力 人工智能以及更加好的结构材料 在隐身上将比第五代隐身战机更好 在动力系统方面 第六代隐身战机使用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这可以让速度达到5马赫以上 除此之外 第六代战机将会装备基载激光炮或者基载电磁炮 具备很强的空战能力 第六代战机相较为第五代战斗机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路 海 空 天 电 网一体化 那么作为六代战机 它应该具备那些性能 如何轻松秒杀五代机 六代机有着极强的隐身性 从直观上看 六代机采用权益深融合 大声阻笔和无垂尾设计 其外形扁薄平滑而流畅 从而使战机在各种复杂的状态下 都能很好的兼顾隐身性和机动性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信息着 六代战机有着比五代机更加突出的网络 和一体化作战能力 它通过内置的各种数据链 收集来自路 海 空 天各节点的信息 能够更加全面地感知战场态势 和更加出色的繁信息战能力 第六代战机采用的是高超音速巡航 其作战半径超过1600公里 速度将达到6马赫 你知道这有多快吗 这是声音传播速度的6倍 在机动性能方面 由于采用可变弯度机翼 配合高推比的发动机 与五代机相比 六代机可以在飞行中表现出超强的机动性能 和能够完成一些更加高难度的动作 在雷达功率方面 六代机将采用智能蒙皮天线技术 通过将天线 传感器 信号和信息处理机等嵌入飞机蒙皮内 使战机探测发现敌人的距离更远 并且能以最快的速度锁定对方 相比现有五代机 其机在武器更加先进 因为六代机除了能够挂在 更加先进的攻击导弹外 还配备了激光与微波定向能武器 六代机凭借出色的性能 无论是隐身 速度与机载武器等 都可以实现对五代机轻松秒杀 使五代机防不胜防 在彻底了解六代机后 我们再回到主题 看看台湾目前是否具备制造六代机的可能 要知道 一架战机最重要的就是 四个部分必须创新研发 包括机身设计 航电系统 飞控软体以及发动机技术 但台湾在这四方面几乎都是零经验 尤其是飞控软体的难度 远较上述各项先进配备难度更高 下一代战机普遍的逆踪设计和高速要求 其现传飞控软体越来越难写 是世界各航空大国的普遍核心技术 几乎不会轻易外流 台湾是全球电子产业代工龙头 但是软体能力在世界排名末端般 要如何改善此种尴尬 除非期待台湾产业升级 以及商业模式改变 否则无解 虽然汉翔公司以及其前身航发中心 已经有过授权组装F-5为战机 以及和美国合作设计 制造IDF战机的经验 而今又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合作过改台空军的F-16VBRK20战机 以及凭着自理开发 由IDF战机构改而来的永英高级教练机 这些经验堆叠起来 使得汉翔飞机公司充满雄心壮志 也忘了上述的困难 永英高轿机的试飞成功 带给台湾军方 中科院与汉翔公司许多新的颇具野心计划 而蔡英文在2017年 参与台国防部与汉翔公司 签署高轿机制造合约的场合 清除表示 台湾已经有了下一代战机的发动机 也有下一代战机的先进雷达 以此来暗示鼓励汉翔公司 更进一步开发下一代战机 这也是政治氛围的鼓励之下 汉翔公司可能豁出去研发的动力 但是环顾世界各国 目前发展下一代战机的计划 先不论超级强权美中俄的第六代战机计划 已经如火如土展开 包括日本与欧洲 都已经展开1930年代的第六代战机计划 这些先进的战机计划 都包含了以上所列的第六代战机部分条件 而这些条件以目前台湾的科研能力来说 几乎象征都是难产科目 台湾虽然号称已经能够自制AESA雷达 但是还是使用深化加材质TR模组的上一代产品 重量中且效能不佳 而号称台湾自制的发动机 事实上也是向美国授权 采购生产的盖瑞特TFE-1042发动机 美军编号F124 其推力才到4吨左右 双发则达到8吨 目前主要使用者皆是各国高级教练机 兼有台制IDF战机 拿来作为战机发动机使用 所以总体而言 六代机目前已经成为了 各国空军必然发展的主流趋势 而美国已经在六代战斗机研发上处于领先地位 后发国家如果再不发力追赶 恐怕又将落后20年战斗机发展的黄金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4月25号报道 由于无法外购下一代战机 台军方消息来源透露 台当局正积极启动下一代战机研制案 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空军与汉祥公司合作 下一代战机设计图已出 发动机外购能够引擎 据报道 台军方相关负责人称 空军着手建案 台当局防务部门渴望于6月底前完成审核 并报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 若一切顺利9月将送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查 报道称 下一代战机由岛内设计研制 美方提供发动机 一如当年制造ADF战机 军方有人称为ADF计划 其中第一阶段为计划与系部设计 第二阶段则是首架原型机制造 预算规模外界无法得知 据报道 台军方相关负责人称 对于原型机数量 经军方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汉祥公司赏意 决定比照潜艇方案 先做一架原型机试飞测试 至于下一代战机发动机 军方消息来源称 可能外购 因若自主研发 始效上来不及 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4月25号报道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计划 迎头赶上中国大陆 美 俄等 研发高超音速远程导弹的步伐 以设立秦阳2项目计划时 准备开发台版高超音速 巡航导弹所需的载具系统 据报道 既推动潜艇制造案后 台防务部门又在研发 延伸至空中载具领域 除了结合支离型发动机项目 逐步验证下一代战机 关键技术研发外 还结合雄救项目 研发空射型雄三反舰导弹 报道称 台防务部门日前说明 台空军向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采购地对地巡航导弹 雄生导弹 高分爆散洒两种版本 前者可反制敌方 兼顾指挥所及掩体 后者可用于破坏机场跑道 空军还将提升 现有指挥管制软件的性能 据报道 台军方首度说明的散洒弹头 据了解是雄损项目研发的 增程型雄二翼 其赛局外形 类似现役的万箭弹 构型采用流线方形 以便收纳子母弹 筹载量较传统弹型大 并具备稳定役 射程巨细提升至近1000公里 秦国号战斗机 使中国台湾地区 于20世纪80年代 针对解放军开始大量装备的 歼7歼8战斗机和对地攻击飞机 依照先进战斗机计划 在美国力量帮助下 研制的战斗机定名为IDF计划 总的目标是研究一种防御性的战斗机 力求在质量上取得优势 该机在服役之初 曾领先于大陆空军的 歼6歼7和歼8早期型战斗机 但随着解放军 空军新一代战机全面换装 改进目前性能已经落伍 进入21世纪后 台湾开始寻求改进IDF战机 重点提升期航电系统和对地攻击能力 改进后的战机称为 F-CK-EC-D雄鹰 自70年代末期以来 台湾空军老旧战机的更新 一直受到挫折 最初中意的F-16A-B 美方拒绝出售 连专位出口发展的第一档战机 F-20虎沙和F-1679 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美国于1982年签订的 817公报而落空 台湾不得不自立研发战机 新战机的研发 在美方允诺技术支援下 于1983年展开 并称该机为IDF IDF整个研发计划称之为 安详计划 细分为四个子计划 分别是机体气动力结构 和机体设计的 阴阳计划 发动机研发的双焊计划 飞控和航电系统 整合的天雷计划 与机上空对空导弹 发展的天舰计划 IDF于1994年开始量产 最终生产量为250架 以月产3至5架的速度 持续生产5年 但由于一项美法 成功采购到了 F16ABMLU和幻影2000-5 IDF订购数量简直130架 目前已经完成生产 估计不会有追加订货 和国外客户 所以IDF生产线 关闭指日可待 IDF配备在台中清泉港的 三连队和台南的一连队 IDF的机身参考了 外国许多先进战机的设计 机体为传统的全金属半硬核结构 复合材料的用量很少 机身和机翼采用融合设计方式 用于提高飞机的空气动力性能 和机体抗载 它的最大抗过载为9G 一根前方的边条印 一直延伸到座舱两侧的方式 和FA-18十分相似 小后掠角中单印 尾翼是带下反角的 全动式平尾翼 加上一幅垂直的尾翼 构成了IDF的主要外形结构 机头微微向下轻 加上气泡型的座舱 使飞行员拥有良好的事业 飞机采用三余度数字式 电船线控飞行控制系统 这套由三台飞行电脑组成的 飞行控制系统 是由美国的利尔公司引进 整套飞行系统的尺寸很少 权重只有大约20公斤 而且采用模块设计 便于更新和维修 IDF的机载雷达 是由APG-67改良而来的 金龙-53型 脉重普普勒雷达 拥有15种操纵模式 包括8种空对空 7种空对地 具有超视距空战的能力 对空最大搜索距离为148公里 对地最大搜索距离为67公里 IDF的航电系统较为先进 中有一台多功能抬头显示器 座舱有两台多功能显示器 能显示导航 通信雷达和武器信息等 一套H423型激光陀螺 惯性导航系统 能为飞机提供准确的导航 而且能为飞机的火控系统 提供攻击所需的导航资料 IDF还装有雷达警告接收机 和电子对抗装置 IDF的驾驶杆的布置 和F16十分相似 右侧是飞行姿态控制杆 左侧是发动机推力控制杆 飞行座椅向后轻30度 以提高飞行远的抗过载能力 金国号战机的进气口具有高公角优点 而进气口向机身内部弯曲缩小的设计 让战机在高公角时 不会因为发动机进气量不足 而发生失速的优点 此外 由于进气口向内弯曲 使得发动机所产生的余热较不易散失 无形中减少了飞机的红外线 特质加强了逆踪性 此设计后来也获得了 法国空军阵风式战斗机和美国空军F-22战机采用 另外座舱弹射以倾斜30度 可协助飞行员承受较高的纪力 操纵杆和F-16战机一样 至于飞行员右手上 并配有手制节流阀控制系统 并采用全罩式的水滴式座舱 飞行员拥有良好的视线范围 金国号战机有9个挂架 分别为左翼端 左翼外侧 左翼内侧 左发动机进气口外下方 右发动机进气口下方 机腹中线 右翼内侧 右翼外侧 以及右翼端 担任对空作战任务时 外挂两枚中程空对空飞弹 四枚短程空对空飞弹 与2000公升油料 与左右翼外侧 以及翼端挂载天间一型导弹各一枚 机腹中线搭载天间二型导弹两枚 左右翼内侧挂载1041升副油箱各一具 这是金国号战机最经典的空庸作战武装 在金国号战机座舱 左后方设计有一具 20毫米6管M61A1火神式机枪 可用于缠斗空战或对地攻击 被弹400发左右 担任对地任务时 左右翼一端各挂载一枚天间一型飞弹 挂载MK-82通用炸弹的话 机腹中线挂架可挂载两枚 其他挂架可各搭载一枚 如果挂载MK-84重型通用炸弹的话 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可各挂载一枚 CPU-20实验极数炸弹最多可挂载10枚 燃烧弹7枚 火箭夹舱3-4具 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挂架可以各挂载一具 1041升或568升附油箱 IDF的总体设计具有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的特征 采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边调一正常式布局 内部进气一身融合设计 单垂尾双发 先进气动设计的优点就不再坠言了 总的来看 设计者追求机动性的意图非常明显 唯一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恐怕就是双发设计了 对于这种轻型飞机而言 付出的阻力重量上的代价都是得不偿失的 台湾德物自主研发战机之路 并根据之前设计AT-3教练机的经验 发展出了代号F-CK-1的自制防御战机IDF 以当下的眼光去看 这只不过是一款勉强可用的战机 但放在其服役的90年代初 IDF还不是一位一款不错的轻型军机 IDF的设计初衷就是一款用于本岛有限空域的防卫型战机 也就是说 其作战环境主要是在本土雷达指挥系统 与防空火力支持下进行拦截和空中格斗任务 同时 对于从未研发过先进战机的台湾航空战来说 一口气包揽太多的性能 反而不容易让自己迅速产出成品 但除此之外 其在机体的结构设计方面 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在迄今为止的服役期内 这款飞机都负担着作为前两种世界名地的替补角色 记出 台湾空军仰仗幻影2000作为专职的中远程结极机 并由F-16作为第二层的补充 在他们之后 才是真正主演于防御能力的IDF 同时 在联系不断的小规模改进中 IDF也开始具备对地攻击和反舰能力 只是因为发动机和接手设计问题 IDF只能携带有限重量的武器 这种缺陷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台湾不断发展的各类攻击型弹药在进行弥补 不得不说 IDF巾巾战斗机也是一款相当不错的战机 如果有着更多的技术支撑 我认为它可以排在监视之前 尊严只在尖锋之上 这里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我们下期见